赏月啊,那肯定要把爱的投在星星上啊 博学的人很有魅力的 夏天去哪玩 我山里比较少去 反而更有兴趣 在城市里你会想见谁 cool taxi driver 那啥,低势速递嘛 middle manager who likes a ramen 感觉这个会比较有故事 我为毛要见这两种人 出结果 啊,会长 我以为会是千花 各位观众老爷你们好啊 我是animefan 欢迎收看传统节目花边乱谈 这个节目呢 就是剪着动画周边有趣的芝麻脚 剧情这个大瓜我们不谈 再说讲剧情怎么拼也拼不过漫画档了 几个秀 今天呢来说说本季热门续作 没有之一的灰夜机想让人告白 视频依旧分为四个大块 原作与动画制作 OPED歌手介绍 动画官网以及深优趣闻 总共21则没啥用的小道消息 让你把灰夜机看个明白 我们先来说说灰夜机的作者赤百明 20岁出头的时候给嘎鲁贵姆十二神器之一的肃情日打下手 之后给Vocaloy的IA做了人设 13年开始在电击魔王上连载 IB Instant Bullet丢弃的子弹 一个相当黑身的奇幻故事 连载两年后不知为啥原因给腰斩了 本人酷爱恐怖悬疑是寒蝉名气之时的铁粉 自曝原来志向是做恐怖游戏来着 15年在构思一部红大世界观的暗黑系悬疑剧时 哥换个轻松点的题材好不 于是乎他就把原来想好的悬疑剧换了个壳子 灰夜机想让人告白隐隐而生 一开始月刊跟仔的实话 反响热烈 一直到周刊Young Jump上周更 内容上没有重复 故事线也是街上的 只不过周刊第一画有强烈的即时感 这也是为什么动画第一季第一集和第二集 开篇如此相像的原因 截止到2018年年末 线上线下共计售出单行本400余万册 这个数字对于稍微小众的爱情漫画来说 已经是diceko了 赤斑嗓平时喜欢找几个完全不相干的词 即兴创作故事并发推 比如用punts 麻将 秋千 写了个赌博默示录 又比如用魏增 维京 情人节 写了个反转的爱情故事 还有啥大拇指的指甲 炸猪排 爆冰写了个悬疑句 用他的话讲 这叫三题单口相声练习 这些并不是胡乱的联系 而是真有转成 甚至是伏笔 赤斑嗓对于故事整体构建 颇有心得 这一点也反映在灰夜机上 明明是日常喜剧 本可以日复一日 但故事线索与学校生活时间轴势 是完全吻合的 灰夜白银的感情之路 虽然荆棘曲折满是蛋坑 但确实有在一点一点 往前迈进并非原地打转 至于伏笔 这段时间做调查 给剧透了个干净 赤斑嗓才气侧漏 可亦有短板 他笔下的人物怎么说 经常有一些 贵异的身材比例 比如漫画开篇这两位 大头娃娃 还有这个 兽谷凌寻的会长 如果这样不是很明显 我们来比较一下动画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当然老师是不会承认自己画剂差的 只是在推特上小小说了一下 不会画剧乳 卢塞 你们不知道我画的思索 这不是海老明吗 这是海老明的海老明吧 A1Pictures的制片人 山田贤智郎 一直有看Young Jump的习惯 这也让他早早就成为了 灰夜大小姐的粉丝 呀 变哪 这个动画画有搞头 于是抱着 请务必让我动画画的想法 四处发offer组排局 几乎同一时间 Aniplex的制片人 石川达爷爷 看上了灰夜记 机缘巧合下 两人一爬一集合 从结果来看 让有能力的老粉当制片 这个对作品的完成度的提升 真不是GAD 灰夜记超过六成的剧情 都发生在学生会那个房间里 受限固定的地点 成了这部动画天然的难点 基于此 山田丧邀请了 擅长处理情景喜剧的 田山手来做监督 会不会念这个名字不重要 因为也是个马甲 原名小雨真一 业界老手了 原来是新房招之魔教大护法 参与过魔法少女小圆 电波女与青春男等一系列作品 12年自立山头 遭演了散华黎米 就是这个人师情味了 你看这个45度斜式 一日新房读 终身紧追病 新房那些千奇百怪的演出招式 他是学了不少 手里的牌多了 场景再单调也能给你变出花来 除了灰夜记 他在擅长捉弄人的高木同学第二季 昭和原路落雨心中 闭锁并冬发挥的都不错 总而言之就是室内男女激情 不是爱情喜剧是驾轻就熟 看灰夜记这个故事 很自然会觉得男主是白银 女主是灰夜 小两口半嘴发糖玩心机 制片人山田爱一开始也是这么觉得 直到原作赤板桑明确提醒他 灰夜不是女主 这个故事其实是双主角的构建 他才恍然大悟 而真正的女主是千花匠 若是你仔细看漫画人物简介 在第一卷就很明确的指出了这一点 这种微妙的人设区别对一般读者没有任何影响 但却让要做改编的动画制作组摸到了方向 不遗余力的给千花加戏 这也成为了书记舞诞生的契机 灰夜记本身是男女混合双打的恋爱同脑战 所以山田就安排了中西泰博与坚元学会 男女二人共同创作脚本 稍微留心一下这张演出表 就会发现两人交替上场 中西桑的回合更会偏向男性视角 激烈的制斗和耍宝是他的拿手戏 而坚元小姐则更加柔软感性 像是让人感动的烟花片就交给他来做 同时被导演组拜托处理白银和时尚的关系 还是基于男女通吃这一目的 制作组找来了八旬玉子来负责角色设计 以及第一季总作奸 他技能化 这个是僵尸吗 向山进发这种猛男片 又是心理测量者排球少年的作画监督 第一季成功后就让他休息 估计是挺贵的 换上了田中技衣 他是肃秦第二季 以及进击的巨人第三季part2的总作奸 换汤不换药 怎么感觉也挺贵的 制片的三十组合 为了吸引原作党经常开会 一大结论就是要在OP异地上下功夫 AK搞事 几经商量他们找上了情歌之王林木雅芝 林木雅芝五六年生人七八年出道 九一年首登日本红白歌会 从九十年代至今一直是日本Top10最受喜爱的男歌手 这是他92年的名曲 别再流泪 这个小胡子黑墨镜的人设一用就是几十年呢 然而从一四十年林木大爷从来没有给动画唱过歌 现在想想石川当时找上他压力应该蛮大的 毕竟要让老歌王交一血啊 这谁坐得住啊 那为了让歌王的初体验圆满舒畅 制作主使出了色诱数 是选配唱啊 第一季的时候就找上了曹根偶像一元六花 人不算出名 但常年的舞蹈锻炼出来的气质还是很棒的 高中时曾率队蝉联全国高校集体舞比赛冠军 对就是这个八十年代农庄女团 到第二季的时候就升级成了童星出身的林木艾莉 都叫林木可不是妇女啊 前两天官方公开了第二季主题曲《爱莉将》的舞蹈版 看他流口水 唱歌的人选好了石川这才发现 这几位没有唱动画歌曲的经验啊 此曲还是得选个靠谱懂行的 水野梁树成功链接 他是乐队生物鼓掌的团长兼吉他手 啥没印象 那我把这段音频放出来你再评评 没错 火影筷子人口的主题曲青鸟 Bleach的Hanabi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这下再看看第一季的Olami Mista 还是第二季的恐龙宝贝 窄曲适配度能这么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一季一地Sentimental Crisis 由这两年在动画歌曲上表现抢眼的Haruka演唱 他之前唱过宅男夫女恋爱真男的片尾曲 我一直把那首歌当铃声来着 第二季一地被风吹起 由影视期三期明星福元瑶演唱 他虽然主页是演员但唱功了得 推特上有他轻唱片尾曲的片段 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 要说这OP毅力中暗藏的彩蛋 以及影域也是不少阵 要不还是另开个坑讲吧 动画播到第二季 目前官网有仨 咱们先来瞅瞅这个漫画官网 这里除了一些可爱的小插图 会长这个不算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些button 鼠标放上去 鼠机冒出来 放上去冒出来 真不愧是女主啊 最好玩的是这个恋爱头脑诊断 就是开头做的那个测试题 某饭日文白痴 这里就用现代科技把它积翻成英文了 有一所以 这题目挺白烂的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试一下 这里呢是动画第一季的官网 页面最后是动画的一些宣传video 最新这个是BD附赠特点 灰夜和千花的旅行记录的PV 也就是两位深游小姐姐到秋夜园 吃喝玩乐做宣传的记录影片 灰夜基于去年3月到4月 和宅明的好朋友Royal Host进行联动 依旧是喜闻乐见的 不顶宝卖死贵限定卡纸疯狂捞钱 油管上自然是能找到分享体验的道友 我偷来放一点 大家感受一下不过分吧 最后这是动画第二季官网 旁边这个选项卡选中后会从中间杠掉 和副标题保持高度一致 第二季才开播几期 但是骚操作已经不少了 首先是可以下载白银会长白色情人截壁纸 说啥来着 女粉很关键呢 然后是动画放松前倒数计时特点色指 神优们原画师座尖 到播送当日原作赤板嗓都有晒出作品 其中最用力的还是总座尖史相红志 我个人喜欢第二天八旬小剪的图 不愧是人设 画的人物那就是准 在这儿你还能找到配音台本封面 第一画来自总座尖史相嗓 依旧用力过梦 第二画是原画师大爷 第三画是人设八旬小剪 满期待后面还有什么的 大概率日后也会做成笔记本周边 最后这里还能做星座占卜 一直往下翻 还有个小彩蛋呢 不过 这完全是白银会长的个人爱好 灰叶鸡这个故事简单讲就是个话聊剧 灯板角色又不多 这样主要深优的演技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白银会长来说 他是非常努力啃书才当了会长之位 对于灰叶的花式进攻 他一直是开动脑筋拼命计算 所以除了考虑声线的贴合度 快嘴台词的功力就成了重要指标 古川藏在这方面准备的尤其充分 另外导演们对他的叫喊输出也是相当满 另一方面 灰叶鸡与其说语速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脑内读白与普通说话的无缝切换 古贺奎在试音时就是以大小姐声线配合蠢萌音 获得了制作团队全场一致通过 在今年三月颁发的第十四回升优奖 灰叶CV古贺奎力压重方获得主演女优赏 而白银身由古川盛获得主演男优赏 古川藏没有一拳干翻花江下树 这次真是灰叶的胜利 但也有人说古贺奎获奖是因为走了公司后门 而有水分 真假是非无从判别 网上有一段古贺奎现场配音的片段 大家来感受一下 就我说这个奖没问题 在这一季将以弥子声优加入的 多天使加百利富田美优是团队里年龄最小的 99年的他刚满20周岁 我真的不能再叫小姐姐差备份 然而被时尚神由林牧林泰爆料经常吃蔬菜棒养生 稳重的不像年轻人 旁白的青山让大叔一开始完全摸不着头脑 解说是个啥目瞪瞪 离近录音室全是20出头的年轻人 林牧说前段时间还在上高中 呀 只是要出球啊 不过因为文中经常出现的 这次是谁谁谁赢了 让他抓到感觉 原来不是上帝视角 而是恶魔视角啊 那干脆我不管好意的边笑边吐槽他们好了 后友来次古川匠的吐槽 青山大叔配的太搞笑了 害得我恩机了好几次 在第二季播送之前 完成录音的生优们也下了趟馆子庆祝 当然是为作品做宣传 瞧这一桌好吃的 当然在拍摄完成之前 这些只是装饰而已 中场千花生优小圆豪美 带着新人富田美优出场 怎么感觉年纪最小的富田 看上去最成熟呢 美优匠带来的伴手礼是茶泡饭 呀 真的是个会养生的孩子 那这一期会业既想让人告白花边乱谈 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通过这些边角故事 让大家更加全面的了解 这部优秀的作品 下面应该还会再来讲讲 人设和彩蛋之类的 想要收看的还是记得 订阅点赞收藏分享 这里是安眠饭 那我们下次再聊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